反贪污委员会开档调查上诉庭法官 拿渡莫哈默纳兹兰的风波持续发酵 大马律师公会今天在首都举行正义执行 抗议司法制度受到外界干拒 并将四大诉求的谅解备忘录提成给首相署 要求政府推动司法改革 维护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心 律师公会今早在国会附近的麻木草场举行示威 以抗议反贪污委员会不当调查上诉庭法官 干涉司法自由 一行人在集合过后原本打算游行走到国会 以成交备忘录给首相署代表 结果最后遭到警方阻拦 最终在双方的协商和妥协之下 首相署副部长来到了现场接收了这份备忘录 不少西中阁旅拿着标语牌以及横幅的律师 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聚集在基隆坡马末草场的停车场 准备参与正义执行集会表达诉求 律师公会主席谢依林发言时表示 他们并不是反对反贪会调查法官 而是对当局公开涉案者的身份感到不满 因为这个举动不仅违反我国三权分立的原则 也会削弱公众和外国投资者对于我国司法体系的信心 因此律师公会拟定了一份涵阔四大诉求的谅解备忘录 以成交给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副部长拿督马斯·艾米亚蒂 随后现场数百名律师工会成员 准备步行到国会大厦移叫备忘录 但遭到警方阻止 并且在停车场的两个出口 部署警力防止集会者应闯国会 甚至一度出动证报部队到场待命 在律师工会代表和警方交涉期间 在场的示威者不时高喊口号 要求警方放行 强调执法单位无权阻止他们游行 双方最终各让一步 示威群众留在原地 改由马斯艾米亚地出面接受备忘录 在等待期间 集会者还在现场高唱国歌和背诵国家原则 除了律师工会成员 前任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 律师工会前主席拿渡安美加也参与游行 反对党领袖方面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巴达林在野国会议员玛丽亚成 民主行动党安顺国会议员尼科敏 以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 试不叠国会议员郭肃沁 甲动国会议员林丽颖 民主联合阵线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以及副主席林伟杰等人也到场声援 副部长后来底部 从谢一林手中接过备忘录 这场抗议活动便和平解散 大约11点30分左右 现场示威人群已经完全散去 马星社电视李于晴采访报道